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你得让他成熟 这是成熟度不足 像颜回就是有颜回者三月不为人 这是讲成熟度足矣 像这个学习圣道当中有的人浅有的人生 生的人就是在成熟度上缩 浅的人就是在成熟度不足 但是对人对圣都很有耗耀 君子对人是非常耗耀 就像小孩子喜欢打电动玩具 不喜欢读书的人喜欢玩 君子很喜欢人道 偶尔违背人道 可是内心渴望人道 所以即使他偶尔违背人道 会很快地回到人道上 所以这种事情在君子上是有的 这个不叫做退转 退转是根本就失去了 根本就不要了 根本就离开 这叫退转 这个不叫做退转 这是偶尔离开 可是因为内心渴望 所以还是回到这个人上 而且很快地回到人上 回到人上的速度会越来越快 最后安住在人上 成为君子之德 未有小人而仁则已 小人就是指一般世俗之人 甚至品德很差的人 此处更特别假 只在乎自己个人的利益的人 人根本不是他渴望的 他内心里面根本 连人都不想要 对人是没有真正的看法的 不相信人会带来自己的安乐的 不相信给他人出路 就是给自己出路的 损失自己的利益 是好像要命一样的 这样的人 未有小人而仁则也 一点内心 一点都不渴望得人 都不渴望行政 都不渴望正得人 这样的人 怎么会得到人呢 一点都不想回到人 所以小人 未有小人而仁则 就是连想要到人心 都不想 离得远远的越来越好 离得越远越好 所以叫做 未有小人而仁则也 小人是不会成为仁则 也不会常常回到人心 连偶而一次回到都不会 嫌连想认识他也不想认识 连想亲近这样的君子 也不想亲近 这样的君子是他要远离的 是他要嫉妒的 是他要毁谤的 违政的时候 这样的君子是要被他杀害的 像这样的小人 怎么可以当朋友 怎么可以当团队的一员 怎么可以让他违政 怎么可以让他办教育呢 所以这一章可以告诉我们 君子跟小人在欲王上是有差别 从欲王上看出君子跟小人的差别 君子是欲人 小人啊 人根本不是他所渴求的 一点都不想渴求 远离得越远越好 这是君子跟小人之别 以上是这一章的大义